大家好,我是来自曙光医院儿科的木超原医生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冬病夏至化肤贴 冬病夏至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倡导的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 就是将冬天好发的疾病在夏天进行治疗 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就有记载春夏养阳秋冬养明的养神理论 冬病夏至学位肤贴是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 是将药物贴在特病的穴位上 经过皮肤吸收通过筋络的作用传导入人体 从而起到脏腑功能的调节作用 那么哪些疾病适用于我们冬病夏至的治疗方法呢 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、呼吸系统疾病 包括成人的慢性支气管炎、慢性阻裁性肺病 成人的支气管哮喘、肺气肿等等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 小儿慢性鼻炎、过敏性哮喘、过敏性咳嗽等等 第二类是骨伤科类疾病 包括颈尖腰腿疼、骨关节炎、风湿和肋风湿关节炎、颈椎病、腰椎病等疾病 第三类是虚寒体质者 如怕风、怕冷、胃痛、腹泻、包宫虚寒 及免疫地下的下健康人群 一年之中的夏季三伏天是天阳之气最旺盛的时候 所以也是学位肤贴东丁下肢的最佳时机 用天阳之气助人之阳气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因此每年学位肤贴的最佳时间在七月到八月的中上旬 同样的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间是中午 所以我们选择上午或者中午的时间去学位肤贴是最好的时间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今年夏天就开始东边下肢吧